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在4月6號的時候 我們的 船匠L out 數女雙人 就要集成正覺醒了 而今天4月4號 應該會是有它的先行能力 發佈的日期 可是 我們從4點開始 我就在等了 應該說我個人4點開始就在等了 然後 5點 6點 7點 8點 9點 10點 到現在11點 一直 每隔一個小時 我的推特上面確認 一直重複的確認 結果確認到現在 先行情報沒有來 真的是沒有來耶 不會這一次的愚人節活動 阿東就放在了今天吧 就是 一直不發情報 讓我們一直等 哇 真的是有夠誇張的 然後在推特上面 今天的推特 還是這一陣子推特 又變成那個 Doji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隻狗的頭像 每一次刷新 就會看到那隻狗在那邊 有夠嘲諷的 你要我的情報 拼沒有來 呀呀呀 就過往的時間點來說 每一次極限在覺醒 比如說是像 6號極限 前兩天也就是4號 就會把情報給發出來 這樣子 才是很官方的規例來說 像去年的大獵師 他是在4月7號做極限在覺醒 然後他4月5號 他的那個能力情報 就會放出來 這個樣 可是今天 今年 應該說今年 竟然是拖到這樣子 是不是 阿松 他們 Akatsuki的那個 小數碼 他的工作人員 忘記setting了 那個推特 到了現在都還沒有發放 然後按照正常的情況來說 明天也就是4月5號一早 應該會有一個資料下載進來 可是能力還沒出來的關係 所以明天很可能會沒有那個資料下載的情報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 他會一起更新這個的關係 最近喔 因為這個戰鬥路的關係 弄到有一點點的小奇怪 像之前318賽爾人制的時候 那個霸彰卡的極限在應能力 他的資料下載也是拖了蠻久 好像是為了配合這個戰鬥路的時間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戰鬥路的預告今天才出來嘛 就說4月6號會在準備期間 然後一般來說他們都會在當天 然後4月6號做到那個資料下載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至少上一次的318賽爾人制 好像就是這麼個的安排法 所以就我們那時候也是一直在等 那個極限在覺醒的能力等了蠻久的 老實說 我有一點不好的想法啦 會不會就是了 然後我們上他們把這張素鼠的女双人 做的其實沒有特別強 所以他不太敢把他給發出來 last minute的時候才要再做 真的是啦 一整天就是一直在這邊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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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媽媽媽 不過不管怎麼樣子啦 這個公告已經出來了 始終不會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啦 所以他的極限在覺醒 想來4月6號還是會準時的到來啦 雖然說這個是4月1號那時候發出來的公告嘛 如果每次想想到那個愚人節活動 可能就會被騙這樣子 就有點可怕 可是 因為官方已經做了一個愚人節的那個 那個Docan Fishing的活動 來做一個 愚人節玩笑之類的 已經就夠啦 那麼在這個活動上面 從來 從來沒有開過這種玩笑啦 所以 應該是可以讓我們的放心等下去啦 因為畢竟這一張也算是蹲的有夠久了啦 從2019年 然後4週年過後 推出了 因為在那個 是在什麼時候出的 我發現有點想不起來的 我記得是2019年啦 那一個期間 嗯 從這邊我們可以直接找回去 還蠻簡單的 太遠了 太遠了 因為我記得它是2019年 它是隨著什麼的 什麼的那個限定卡 一起來推出咧 叫做什麼 讓我檢查一下 找到超市就知道了嘛 哦 然後 哇 這個三週年太遠了太遠了 哈哈哈 yeah okok這次差不多了 嗯 4週年之後 然後 baby 哦 是希特是吧 還是 啊 對啦 出希特的時候出它 哦 okokok 出希特的時候出它 嗯 那麼這一次竟然沒有把希特的那個 這兩張副卡給做極限的覺醒 還蠻奇怪的 會不會到時候突然間 明天的時候 直接連他們兩位的能力也一起放出來啊 如果真的是這麼個搞法的話 還蠻不錯的 至少第六宇宙team的那個 整體的結構會多一些角色可以選擇 除了你賽亞人之外的選擇啦 嗯 因為像希特本身要進入隊伍內 其實不會好用 因為連接方面其實是不太好的 呀 那麼吧 就昨天其實就跟大家聊到嘛 不知道大家有去看到沒有 在 它的能力而言 我是覺得非常有潛能啊 只不過就是官方會怎麼個去安排 嗯 不過來到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能力的話 大致上就 明天吧 我們明天 有能力的時候 我應該就第一時間 儘快的把影片給製作出來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的能力究竟會是到怎麼個樣子啦 ok 相信大家應該也是 今天 後半天啊 一直在等著這個情報啦 結果 我們的先行情報沒有來 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拜拜 摩拉拉 摩拉拉